朋友们好,欢迎朋友们来看到宋坎大 今天呢,问朋友们几个问题 我就想问问朋友 你知道今年开奥运会吗? 啊,是不是很多人说 啊,今天开奥运会啊 那你是一点不知道吗? 你今年知道奥运会在哪开吗? 我告诉你在法国巴黎开 那我想问问你,你知道今天奥运会几月几号开幕吗? 是不是成功都懵了 几月几号,快了吧 马上就开了吧 对,你可能不知道具体时间 你最多只知道今天有奥运会 今年有在巴黎开 那几号开,只能是快乐 那我告诉你,马上就开了 7月26号开幕 那我又想问问你 你知道闭幕时间是多少吗? 很多朋友说,那谁知道啊 我告诉你是8月11号 那么我再问问你 你知道我们国家派了多少运动员去参加这届奥运会吗? 你知道有哪些知名的运动员去参加了吗? 你知道我们有哪些运动项目有可能得金牌吗? 啊? 你说我要说到这,是否大部分人都是一头无数 哎呀,不知道啊 也没了解过呀 也没关心过呀 就这些问题你都回首压运一两个 就是你算是挺关心的人了啊 最后我再问朋友一个问题啊 你会半夜起来看比赛吗? 跟着摇旗呐喊,跟着助威吗? 嗯? 我相信我身边反正我问了很多人大部分都说 哎呀,看个新闻,图个乐都得了 谁起来看那个,哪有那时间,哪有那个精力啊 那么问题来了 朋友们你有没有一个感受 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关注奥运会这样事情的人越来越少了 想想以前啊 我们在对奥运会是什么概念 那要是开奥运会那个时期 那就是头等大事啊 从老到少没有不关心奥运会的啊 你不管是听班老体啊 还看电视啊 反正呢 那要是我们有实力拿金牌的项目呢 多少人都得站在电视机前啊 坐在电视机前 摇旗呐喊的 我可以说全国人民都在关注奥运会啊 微博运会每一个项目 微博运会每一个运动员去呐喊 那就是啊 又一个项目拿到金牌了 那说实话 我们老百姓比冠珠还激动 你会发现不 哎呀,太好了 哎呦,我想一想 当时的体操王子李宁 想一想中国女排 什么郭晶晶,刘翔 哎呀 一个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是不是 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中 但是 现在 怎么就不行了呢 怎么大家就不关心了呢 啊 咱都不说看的有多少 就算是看的 也没有那么激动了 你说德基曼 哎,行了,行了,行了 啊,挺高兴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对不对啊 啊 一说今天 是吗啊 完事了 原因在哪 为什么现在关心奥运会的人 越来越少了 我总结了几个原因 朋友们听听看看 对不对 第一个 过去是什么 我们国家啊 刚刚起步啊 很多事情 说实话和发达国家呀 和世界很多国家 还有差距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非常非常想证明自己 非常非常想为国家骄傲 那么呢 如果说在奥运会当时那种情况 我们要想证明自己 奥运会是一个机会 当我们在奥运会取得了金牌的时候 当我们的奥运会 五星空气 爷爷升起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为国家之后 我们国家强大了 我们国家行事了 你看看 啊 是不是 一个体育金牌 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国家的强大 我们国家的一步一步向上 对不对 可是呢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呀 我们国家哦 可以拿出来的东西太多了哦 不单是体育项目 很多时候我们国家 这个拿出来 哎 在世界上也挺狠 那个拿出来也挺厉害 是不是 不完全靠一个体育金牌 来提升我们的影响力了 来证明我们国家的强大了 很多人都说了 哎呀 一个体育嘛啊 治好一点是行啊 好一点拿金牌也行 但是 越来越不靠他来证明我们国家的那么厉害了 对吧 我们现在都遥遥领先了很多事情 你说是不是 这是不是一个原因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哦 现在很多人哦 你去问都会这么回答你 谁谁拿金牌了 关我啥事啊 和我有啥关系啊 我现在考虑的是怎么养家糊 我现在考虑的是房贷我能不能还上 我现在考虑的是我家孩子补课的钱怎么办 我现在考虑的是我来老人生病了 住院的钱怎么交我 我现在考虑的是生活怎么办 我现在失业了 我现在考虑的是我怎么找工作对吧 我现在是考虑怎么挣钱 现在我们的人活的很多都是压力大呀 活的是很焦虑呀 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解决不了 一天活的焦头烂额的 你说我都活成这样了 我哪有时间去关系谁得金牌呀 他得了金牌 他得了奖金 他得了荣誉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他得了金牌 我们还这样吗 我们该失业还得失业吗 该还房贷还得还房贷吗 对不对呢 啊 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抱着这种想法 就是各关各的吧 啊 你我先把我的生活关好 先看我自己 我自己都没操心明白呢 我哪有空操心别人啊 你看看是不是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现在的人情怀越来越少了 反正我觉得我们父母 他们那个年代人情怀是特别多的 但我们那个年代小时候 情怀也是特别多的 我们有很多情怀 当然这些情怀都是以国家为前提下的啊 然后因为某一件事情 我们就会激动万分 因为某件事情我们就会觉得 这是和我们切身相关的啊 我们可以牺牲我们自己 去维护我们这份情怀 去维护我们国家的荣耀啊 可是呢 现代的人呢 对这方面越来越平淡了 越来越平淡了啊 情怀是越来越少了 不知道是教育的原因呢 还是社会进步的原因呢 反正现在的人对这种家国情怀是越来越少了 朋友们看一看 是不是这样 所以当初的激动人心时刻 现在的人感觉很平淡了 就因为这几个原因 朋友们也不怎么在关心欧游 其实也不单是奥运会 朋友们看看 包括什么火箭上天啊 很多东西 大家也不那么激动了 你说是不是呢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看老虫砍大山 小朋友们喜欢老虫 关注老虫 咱们下回见 拜拜